谢宰了吗 你说这话你就不爱英雄联盟了 他永远不拿冠军 我也一直玩到他官服这一点 谢谢 恭喜我们的全球总冠军 谢谢蓝桥开中的专业 谢谢老板 那我问问你谢宰玩啥呢 你说一下我看好不好玩 我也跟着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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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时间来听到我们的赢队 我们有集团 认为可能 玩家们没有完美的音乐 但我们会继续 感谢克里斯 现在失手来听听 我还以为两个人 当然 上司也解释到 台上的各位选手 可能在音频方面 没有办法听得那么清楚 他这个东西不是 今年可惜了 明年再来吗 这有什么察觉 3比2输的 翻译小姐姐胖元 为我们带来现场的同声传译 我的理解就是 我今天3比2输给了你 我们的区别在于是 你会被所有人所记得 我可能不会被所有人所记得 这是唯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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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还是差不多 对不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差不多 对不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差不多 对不对 对不对 太年纪了 兄弟 一个冠译 五分 能拿到五分 非常的开心 而且能感受到现场 为我的支持声 欢呼声 一个 也是得益于现场 粉丝们为我们加油 这个 我觉得才能够拿到自己的这座 第五座冠军奖杯 她是这个兄弟 我是这个 她是这个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 谢谢 恭喜 我们再次看到 您如何反应到这些大的时刻 尤其是在时刻 你不能够失败 但我说实话 标记今天打得很好 今天真的打得很好 今天真的打得很好 如果这都不是希望 那什么是希望呢 可能我想问问问 三比二输了而已 三比二输了而已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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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周 k D 7 T 5 6 3 4 2 5 太丧了 没办法 这个东西说什么也没有意义 现在感觉是 就是很丧 就是很丧了 那很丧的时候说什么都没有 冷静一下呗 结束完下歌了 我骂人吗 我骂什么 我骂谁啊 骂你吗 感谢大家 来到T1之后 我遇到了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选手 优秀的人 跟着他们身边 我学习到了非常多 我气死了 我又不服他们 我哥妈去 我连决赛都进不了 谢谢 我去 我连决赛都进不了 我还骂他兄弟 你以为我是喷子呀 哥们 我说了尊重 尊重 尊重 我说了尊重 尊重 我这个东西 我只经历过疑似 是在 在LPL的夏季上 我这个 是在LPL的夏季上 我那个 战决 我感觉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疑似 就更别说是世界大 那今年的话 你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呢 我觉得今年的话 我们一路走来的话 我想说我们不留遗憾 要勇往直前 不管是舒适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去拥抱他们的准备 所以说在这一刻的话 我相信我们是能够留下 一些小鸡的路 人家已经很痛苦了 你还要过去给人踹人一脚 你不是要本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学生加霜 那你又在牲扣啊 我只能说RiceY明天加油 这就是我的评价 我觉得输得不丢人啊 我觉得输得不丢人啊 本来就是伯仲之间啊 可能我不说了嘛 今天你赢了我 明天可能就我赢你了 但是今天 但是偏偏世界在定在了今天 所以你赢了 你拿走冠军 我被别人不记得 我明天再来一呗 就是这样 他又不是3比0 别人月婚了 他3比2熟了 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意义呢 对 日子 平时在那说格局 现在没有了 其中也 充满了非常多的曲折 那单独天天教我格局兄弟 你现在没格局了 输不许 输不许 下播了 你们聊什么呢 没有格局 输不许 没有格局 下播了 拜拜 拜拜